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纽约的游玩的地点 总督岛 在曼哈顿下城区坐船五分钟就能到达这里边 票价也十分的便宜 只有五美金 并且还可以推自行车和婴儿车上岛 坐着这个游轮呢 就可以直接把车都运到岛上了 而且我强烈推荐大家骑车上岛 因为这岛啊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 走一圈还真挺累的 那要是骑车绕一圈的话 相当的舒服 我呢 就是推着我自己这小滑板车上的岛 作为摄影师 我喜欢来总督岛拍摄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是他可以拍到曼哈顿下城区的天际线 并且这个位置还比较的独特 其次呢就是他可以拍到自由女神 并且是非常正的角度哦 这次上岛呢 我就只带了一些比较便携一点的设备 二十六的饼干头和一百四百的这个超长焦的镜头 想要抓拍一些建筑的细节 没想到这个二十六的广角刚刚好 你看这个效果 不仅可以看到下城区的天际线 还可以拍到这个岛上的这个露营的区域 作为前景的话 这个露营的区域给这张照片增添了不少有趣的元素 但是呢 这个岛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风超级的大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您看我这就是夏天去的吧 我冬天也来过 风也一样的大 只不过呢 就是更刺骨一点 使用高速连拍 多拍几张呢 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应对这种风大的环境 再有呢 就是不要用太低的快门速度 反正只要是您要上这个岛 您就记住了 别带假牙 别带假发 别穿裙子 准保衣水 全给您吹飞了 我原本的计划呢 是到这座小山上边 去拍摄岩石的片段 但是您看我这个岩石晃晃悠悠的 实在是不稳 让我比较吃惊的是 在这个岛上居然不需要使用特别长的胶段 就可以把自由女神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尼康Z30搭配26毫米的胶段 拍出来的效果 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 整个的照片感觉非常的干净 居然比我Z7排锤的效果都要好 这个事我需要琢磨琢磨了 现在避免能看着 刚刚的串门 大水~~ 紧张的这个肉 在天堂上半夜 是 月 。 在天堂上半夜 在牧场上半夜 是 柯顶 我去我去我去 这个一定是个旧路啊 这家伙 太颠簸了 哇塞 在这个官方地图上整个的总督岛 它的这个形状像是一个甜筒冰淇淋似的 但实际上最早在1811年 启用它作为炮台的时候 这个岛就只有上边这三分之一这一点点的面积 而这一块今天还保留着当年使用过的痕迹 也就是当时的军队以及家属驻扎的这个区域 所以呢除了这个炮台是这个岛上最主要的建筑之外 那么指挥中心和这个军队家属院 就是它另外一片比较大面积 并且保留比较完整的区域了 而这一次登岛呢 我也特别的到达了这个区 去近距离的去看一看 这些建筑还算是保留了以前的样子吧 虽然现在已经不能进去参观了 偶尔举办个什么展览之类的 但是从外表来看呢 还都是当年的样子 所以要不要进去参观了 那边的温暖和水 就是在那边的温暖和水 里面的温暖和水 就是在那边的温暖和水 就是在那边的温暖和水 人家还有车库呢 这生活过得很滋润了 在纽约 居然有个有车库的房子 还在一个岛上 世外桃源呀 这简直就是 虽然现在看上去 有点破败了 这一没人住 把这地儿就显得哄不辣地的 在总组岛的官网上呢 我看到一直是对这些建筑 是进行招商的 说白了就是可能没钱 去弄这一块了 希望能有一些商业的项目来入住 那毕竟政府已经把大笔的资金都花在建岛上了 那么上面的这些小的建筑呢 可以说就没有太多的经费可以去弄它了 那如果说未来啊 有一天有商业资金注入了 想在这建个什么游乐场之类的呢 估计这些房子呢可能就保不住了 所以现在去看这个家属院呢 还是可以看到的 那我拍到这些照片呢 在将来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身边的城市 它是一成不变的 但实际上它在慢慢地有着一些变化 无论是房屋慢慢地变得腐朽 可能倒塌 还是说有这种商业的项目的入住 改变了原来这个区域的面貌 所以我觉得还是趁早 有机会就拍一拍 把它们给留下来 说不定咱们拍的这些照片呢 哪一天就可以见证历史进入博物馆了呢 我相信还真的是可能有这一天的 如果想要在这个总督岛上拍日落和夜景 给大家两个小建议 第一个就是多带点衣服 无论是不是夏天甚至是冬天 这个风实在是太大了 太吹得慌了 所以最好是多带点衣服 这样能待的时间久一点 要不然这个吹一会儿真的受不了 如果是想要到总督岛上来拍摄日落和夜景的话 强烈推荐大家 在周五和周六这两天来拍 因为它最后一班船平时都是晚上十点 只有在周五和周六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 那么就会有更充裕的时间 可以从那个小山顶上走回到这个船的码头了 因为您别看这个距离不长 但走起来还真挺累的 反正我是不爱赶路 稍微的提前一点 肯定没问题 千万别错过最后一班船 特别是夏天 咱们这个日落时间差不多晚上八点半 拍完日落 还要等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拍夜景 所以说周五和周六 是大家来总督岛拍摄日落和夜景的最佳时机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就给了解一下 这个视频黄奸和B站都有移动的 所以我们下期这次误会访的